HELLO 各位台灣網路電視台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特派記者吳宏 我們今天來到的地方就是我們台中市 我們今天要採訪一個很特別的人物 為什麼今天要採訪一個特別的人物呢 其實非常重要一點是在今年我們的潤酒院 在我們的嘉義十賢宮 我們會舉辦一個群仙的盤桃盛會 那這個群仙盤桃盛會 其實在這麼多的刻意 這麼多的儀式的主辦之下 其實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靈魂人物 也是我們現在要採訪的 我們的何永隆 何道長 大家好 好 那這個我們的何道長 今天聽說也是您的生日 那我們先祝您生日快樂 謝謝大家 是 我們的那個十賢宮的公主 王菁英 王小姐 也是我們台灣網路電視台 薛總裁的妹妹 她特別交代要我一定要這邊跟大家講 好 也是要祝您生日快樂啦 謝謝 謝謝 那我們知道說這一次的那個群仙盤桃盛會 是要為期十二天是嗎 對 然後全台灣有108個宮廟 要一起來參加這樣子的一個盛會 對 好 那我們請我們的何永隆 何道長呢 來跟我們說明一下 就是這次我們辦群仙盤桃盛會的一個目的 首先喔 這次的盛會的那個主旨 就是盤桃盛會 七天大叫 到場大法會 我是拖了王母的聖意 來舉辦這次的盛會 所有時間前後是12天 但是我們先前佈置就要一個禮拜 然後12天晚之後收場也要5天 所以總共會有24天的時間 來舉辦這次盛會 那我們這次的群仙盤桃盛會 聽道長的說明的話 是非常非常的盛大 那道長可以跟我們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這次的群仙盤桃盛會 我們12天我們有做哪些的活動 哪些的科宜 然後整個流程幫我們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至於這次水上慈仙公 12天的盛桃盛會 七天大叫的科研 我在這邊概列的把主要的日期 向各位來解說一下 然後我們今天有論9月份嘛 然後論9月19日午時 是論9月26日午時 會先在慈仙公 水上慈仙公的那個 我們的本廟那邊先自立天台 齊天 然後論9月27日午時 會將水上慈仙公的王母娘娘 眾神疑師 也是有請到 我們這次要做 齊天大叫盤桃盛會的那個會場 去安座 然後又論9月28日午時 我們會起功發表 發奏成文 然後告文諸天 恭請三屆眾神 歷臨教會 然後前後 到榮譽10月10號下午 小埔 其實我們是小埔 我們針對是陽界眾神 然後普通師時候會洩壇 會洩壇 所以維持前後有12天的教室 大概齁 來向各位解說一下 謝謝 您說就是我們會有12天的一個盛會 有108個宮廟要參加是嗎 這個所有時間 前後是要24天 24天喔 怎麼這麼長的時間 因為我們時間要布置團場 要有一個禮拜 一個星期的時間 然後做了12天 然後盛會完成之後 還有5天收藏 所以最後有24天的時間 哇 那這麼大的活動喔 那這個活動的話 就是能跟 就是道長能跟我們說明一下說 這半個活動 我們最希望能得到 什麼樣的一個結果呢 我們母慈悲 是 他幫這次聖會 也是想說 從藍天門邀請 那天上眾神 是 歷臨 那凡間 最主要是說 消大家的冤籤 好 那道長 實際上就是 我們知道說 這個王菁英 就是我們慈善宮的公主 王菁英女士 在台灣這麼多的道士 法師中 特別挑選您 來做我們這一次 群間盤頭盛會的一個主記者 你能不能跟我們說一下說 您是怎麼樣的一個姻緣際會 就是 王母娘娘為什麼會 親點您來做 這一次的這樣的活動呢 嗯 因為 這怎麼這樣 聽說是 王母的勝利吧 王母的勝利 真的喔 真的是 這讓我們非常非常感動 對 那 是什麼樣的一個情形 說 您會來做我們這樣子 就是您 有得到什麼樣的一個旨意呢 據 那個吃行公的那個公主 是 那個王菁英那個士傑 她是個 講說是 王母娘娘 嗯 給她講說指定我去主持這次的教室 喔 是這樣子的 是 對 那 呃 主持這樣的教室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嗎 這12天的活動這麼多的一個 的一個行程 能不能跟我們簡單的介紹一下 喔好 這是 可以很多啦 是 大家看一下 好 沒問題 呃 是 然後我們在論農曆的 論的齁 今天有論月 論農曆的9月19日午時 是 到9月26日午時 就在他們那個廟的前面 來致立天台 嗯 祝告上昌 是 邀請三界眾神 立臨教會 正名教師 是 然後又 又農曆9月27日午時 喔 我們會 將吃行公的王母娘娘 和公裡面眾神 呃 引請到那個會場 去安座 喔 深座 然後正名法 正名教室 是 然後 所有的時間是 論農曆9月28日起 他是 卯時 就旗鼓了 嗯哼 然後 頭圍是 做到農曆10月10號的 下午 嗯哼 下午的泄壇 所以 這個 這個 流淺之中 十二天之中 他 我們所做的 可以的涵蓋 是我們道教 我們是 中國道教 四川天師父 正義 正義派 我們是 專辦喜事而已 是 專辦喜事 然後 針對 這次我們 台中 西屯 和錯派 林安堂 會安排 十二天的 那個教室 有關於說 我們正義派 在所有 盤陶聖會的 教育 科育 含 差不多九朝以上的科育 下去 混合 是 做這次的聖會 我們要邀請群仙 所以那些 無極界的 上 中 下界的眾神 說我們這次做的科育 會比較不同 是 也比較 比較獨特 在我們台灣來講 是 應該是有非常獨特的一個 盤陶聖會科育 就我所知道好像是 有史以來第一次辦 這樣做大的一個聖會 所以我們 那個 水上司先公也邀請了 108間 全國108間的大廟來參與 108間 是 所以前後 應該是台灣 今年最大的聖事 哇 聽說有15位以上的 法師 對我們人員 至少15位 15位以上 是 聽說參加的信眾 也高達大概兩三千人以上 可能不只 可能不只 哇 可能會 會轟動全神 是 這麼多人的話 我想可能轟動全世界吧 是 可以 等於是可以跟這樣大足 然後至於這次的排場配備 嗯 廟裡面也非常的用心 是 然後我配合廟也準備了 前所未有 我們到校的那個 自保 自保 那種排場 啊 排場 所以 應該是 在道教方面應該是很少人看過 是 所以這次要放 碰到上面也不是說 一兩天準備 嗯 嗯 需要一年一年的時間準備 哇 一年的時間來籌劃 是 所以針對科醫 嗯 然後用到道教用品 然後到教的那些 專業 所以我們 極力在準備之中 嗯 現在是簡單的說 蓋著籠筒 嗯 就是說 跟大家報告一下 至於王埔娘的生意 是 最主要是說 最主要是說 要感化好 現在我們在滄桑 是 啊 銷大家的淵簽 是 然後進了說 促進說 每一個人的身體的平安 是 和家康齡 是 然後事業順利 是 是 然後再起風調雨順 國泰民安 是 國運昌隆 哇 天下普林 是是 是 那個王埔娘的生意是這樣子 是 所以 呃 城市的邀請 我們全國各宮廟 嗯 各眾男性女 大家都可以參加嗎 大家都可以參加 是 開放性的 開放性的 哦 參加這次的 非常慎重的教育 是 感謝各位 是 欸 道長大請問一下 像如果像我的話 我 一般我 民眾我去參加的話 我參加這樣子的一個盛會 我有什麼樣的福報 或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嗯 福報當然一定有啊 人家說有聲音有保備啊 啊 對對對 一定有的啊 所以是 抱著平常心 是 然後 那種 尊從心 是 去看看 一定會 不失所望 哦 不失所望 所以我這次準備的東西太多了 是 也 場面是也是非常大 嗯哼 想要吃大應該是全國之冠 全國之冠 是是是 所以道長這樣 您這樣子的一個說明呢 我們就很清楚 所以不論是我們這一次的群間盤頭生會 不管是排場啦 不管是事先的準備啦 不管是我們現場的一些活動啦 科宜啊等等這些 都會是全國之冠 然後也非常非常 就希望我們其他的一些民眾 我們大家都可以來參加 不但給自己增加福報 也可以祈求就是 我們國泰民安啦 封條與盛 是 好 那道長呢 我們就一起跟我們電視機前面的觀眾就說 慈賢宮網路電視台讚好嗎 好 慈賢宮網路電視台 讚 非常開心就是道長能幫我們做這麼多的精闢的說明 那也希望說全國的民眾都能參加我們這次的群間盤頭生會 那今天好像也是道長您的生日 我們看到說外面有很多的就是民眾啦 師兄師姐啦 都來參加您的那個生日Party 好 那我們在這邊呢 我們也代表台灣網路電視台 我們的薛總裁 還有我們的慈賢宮網路電視台的王菁英永祝 跟您說一聲生日快樂 謝謝 那希望說我們這一次呢 我們看到盛會都能平安順利 為我們的國家 為我們的這塊土地呢 都能祈福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